新西兰一名18岁少年,因两年前侵入美国宾州大学电脑系统被控诉向罪名,但法官念在他并未获取重大利益,并希望他将电脑专裁用于正途, 令他分担部分损失后,将他无罪开示,网上代号AQ的华客患有轻微自闭镇压斯拜格政,涉及一个被控渗透全球130万台电脑,从受害人银行账户,窃取数百万美元的犯罪组织,图,侵入美宾州大学主机。 2006年,宾州大学工程学院遭骇客攻击,当局随后展开调查,最后在新西兰警方、美国联邦调查局、密勤局与荷兰当局的合作之下破案, 华客被控两项因不正当目的侵入电脑,两项未经授权侵入电脑,一项毁损电脑系统,一项时有犯罪软体等六项网络犯罪名,他已全部认罪,图,华客每项控罪。 最高面临五年刑期,但法院最后全判他无罪,也不会留下他的犯罪记录,仅要求华客缴付9526,新币赔偿宾州大学电脑受损等损失。 同时,没收华客的电脑相关资产,包括他用侵入电脑所得利益购买的软硬体。 新西兰警方有意研纳检察官多奇与辩护律师巴姆,告诉哈米尔顿高等法院,新西兰警方对善用华客的电脑天才,将他导入征途。 有很大的兴趣,图,自各国去年6月针对这个名为.NET的骇客集团展开调查以来,全球已有8人遭起诉或顶罪。 警方表示,华客自己并未从受害者的账户中提前,但他将自己设计的软体,以不到4万信息完币的价格,卖给全球犯罪组织。 警方表示,虽然没有正式提议,华客为警方工作,但并未排除这项可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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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